好啦,這就是晚上的樣子 其實你要說很不一樣嗎?也其實還好 但是呢,我自己比較喜歡晚上的樣子 你們特別看一下我的桌子 這是我最最最最喜歡待的部分 就每次都坐在這 然後就很舒適,你知道嗎? 而且我一轉頭就可以看到家裡的全部 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薰 今天終於要來拍我的台北獨居套房開箱 那其實我有說到蠻多問題的 因為我這間房間我自己有改造過一點 那就變得很不一樣 所以你們可能就會問說 怎麼花比較少的錢,然後房間變得很漂亮 那怎麼花比較少的錢在台北租到還不錯的房子 甚至是高質感的房子 以及呢,可能要怎麼殺價啊 怎麼選地段之類的 這些我都會回答 那我們放在後面 我們先來開箱房間吧 首先呢,一進門會有一個通道 好,那我在我的右邊這裡放了一個行李箱 因為我很常要回宜蘭 那這樣來回就很麻煩 所以我就放了一個行李箱 以及我的寵物背帶 會在他們外出去玩的時候就會弄到 那這裡呢,我放了我的鞋盒以及安全帽 鞋盒我沒有放很多 大概十個左右 左邊這裡呢,就是浴室 浴室我沒有特別去裝修 但我還是讓你們看一下裡面的樣子 裡面呢,它是有做到乾濕分離的 可以看一下 它是可以就是,阻擋水弄出來 那空間真的蠻小的 甚至它會卡到我的洗衣欄 但我自己覺得還好 因為我也不會很長時間帶在廁所 大概就很簡單這個樣子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進入裡面 它為什麼在這 它為什麼在這 等一下你們家的狗會吃貓山的屎嗎 我真的受不了了 等等我 好,處理完這一切 我們來看裡面 首先裡面呢 我這邊有放一個燈飾 因為我家晚上跟電競房一模一樣 可以給你們看幾張美美的照片 我晚上還是會再拍一次 然後我這邊有再放一個電吉他 每天問說為什麼沒有拖架 因為還在路上 我這邊是預留一個很大的空間給他們 因為我希望他們可以出來走一走 對 這裡的話 它在這 它在這 這裡的話呢 那我有放一個 專網路的 我自己裝的 跟一些線材把它藏在裡面 然後還有 麥克風 跟我的毛 它叫星星 然後呢 它這邊附了一個類似小小的廚房 可以洗東西之類 那我自己是在這邊刷牙 所以我有放一個電動牙刷 跟一個普通的 以及它還有附電磁爐 都是 蠻智能的 上面呢 就是也有抽油煙機 這樣我根本就不會用 而且那時候 就是那時候好像颱風天還怎麼樣 然後就很多 飛椅 他們就直接從這個 抽油煙機通進來 超誇張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封起來 我也沒有在用 只是我覺得這蠻扯 有點遇過類似的情況 我那時候有在槌上面尾 可是沒有人遇到跟我一樣的情況 嗯 小小的分享這個小故事 右邊的話 它可能是打算來做備料台吧 但我根本也不會煮飯 而且我煮東西都是看起來超好吃 但結果超難吃 就賣相極佳 但是吃起來超難吃 我就不會去做 所以我覺得放我自己想放 一些小東西 再來是冰箱 冰箱對我來說還蠻夠的 就是一個中型的冰箱 那上面放一些雜物 其中就是 這不是業配喔 就是隔眼送我的公關品 到時候會開團 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工作桌 我自己很滿意的就是 我這一套都是白色的 鍵盤呢是ROG的 花束也是ROG 然後這個玻璃花束墊也是ROG 以及我組的白色海景套房 跟電腦的部分是微星的 就是把它弄一個 一整個都是白色的這樣 可以看一下 我們放大 那這個白白的這個是我的網路 把它直接接到這 然後呢椅子的部分 我是在淘寶買的 它還蠻好做的 為什麼會說它還蠻好做的 其實因為它這個很軟 然後它也是可以 調節到底 對 然後還有那個可以躺下去這樣 所以我覺得 總體而言是蠻好的椅子 那我是在淘寶買的 好像買 2000多吧 應該是 或是1000多 就沒有到非常貴 所以推薦 然後牆上我也都有貼燈 絲跟桌子的後面我都有貼 晚上的時候會很好看 等一下給你們看 那床呢 就是一個 普通的雙人床 然後我很開心就是 它有一個很大的窗戶 以及我放了一個小小的玩偶在這裡 應該說大大的玩偶 對 比較酷的就是我這邊 我是接呆呆的 呃...圍欄 嗨呆呆 超可愛你們看 呆呆 呆呆 超可愛 好了好了等等 就是這樣 但我這邊本來是要用一個那個 門籃你知道嗎 但它還在路上 所以先用這個圍著 然後擋住它 床上這裡呢 我還有放一個貓趴板 它是可以收起來的 那也可以放下來 那星星呢 就會在這邊睡覺 好啦 這就是晚上的樣子 其實你要說很不一樣嗎 也其實還好 但是呢 我自己比較喜歡晚上的樣子 你們特別看一下我的桌子 你們特別看一下我的桌子 這是我最最最最喜歡待的部分 就每次都坐在這 然後就很舒適你知道嗎 而且我一轉頭就可以看到家裡的全部會覺得很有安全感 還有貓貓 還有貓 還有貓 те 膽炭 這太太太太 這就是frane 摩訓 這但是呢 這就是